好 在選戰進入最後的關鍵時機 這樣的錄音檔對於高宏安來說 會不會是有一種殺傷力的感覺 最主要是因為高宏安 現在在立法院辦公室的大小事情 最近不斷遭到網路的名人四叉貓 放上他個人的臉書 在今天四叉貓提供了一段 他說是高宏安前助理的錄音檔 最主要是有一名女主管 因為發生了性評爭議 在協調會當中 竟然暗示被害人應該要離職 這個內容是這樣的 這個女主管就告訴這個被害人說 我會跟委員來建議 一定要有一個人離開 那就我的行政判斷 如果今天要離開 一定是下面的人 不會是辦公室主任 針對於這樣的錄音檔 短短十九秒 四叉貓說今天發生了性評的事件 不過要走的竟然是被害者 實在是相當不可取 而高宏安今天也立刻召開了一場記者會 他說這個錄音檔是經過剪輯的 而且是片面的斷章取義 去頭去尾的言論 到底是為了政治的公共利益 還是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 目前這位女主管 已經尋求了律師協助 希望可以捍衛自己的清白 四叉貓在臉書連續爆料超過二十篇 高宏安辦公室不公不義 甚至還發生性評爭議 被害人竟然被迫離職 加害人是辦公室主任 女性主管約談被害助理 赤裸裸地表示 該離職的是位階 比較低的被害人 而不是比較高階 比較受重用的加害者 四叉貓繼續爆料 辦公室發生不止一次性評事件 所以高宏安還用黨團名義 辦理性評講座 標題就是 避免發生林毅華辦公室事件 實地走訪高宏安立法院辦公室 助理疑問三不知 但聽在其他立委而裡不可思議 高宏安準備提告 律師表示 如果四叉貓的爆料為真 已經違反了性別工作平等法 高宏安只怕得面對更多訴訟 華視新聞 張志勤 彭冠麟 劉偉成 莊明憲 台北新竹綜合報導 佛林敦